全球話題來關心的是 美國的網紅在紐約街頭 是免費發放PS5 PS5現在非常難搶 現在居然是免費發送了 你說不引起暴動嗎 把時間交給令函 好 觀眾朋友 午安 今天現場帶你來關心的 就是美國有一位網紅塞納特 他在網路平台宣布說 要贈送300台PS5 隨後紐約市街頭在當地時間4號下午 湧現了大批人潮 現場聚齊數千人引發暴動 而警方介入之後 逮捕了塞納特和部分的鬧事民眾 來聽紐約警方和目擊者怎麼說 我們之前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但沒有到這種危險性 讓年輕人不會聽到我們的操縱 我到外面 公園就簡直是充滿了人 像在人們逛逛 接下來我知道 有很多警察來過 他們有震撼監 他們在打瘡人物 打瘡人物 好可以看到現場是黑壓壓一片 許多民眾是往前擠 他們不但在街上奔跑還有吶喊 甚至還有對警方暴力相向 甚至還有民眾爬上了正在行駛的車輛 導致車輛駕駛立刻加速 而民眾也被甩了出去 而對於這場暴動 紐約市警局警方就指出了有人被捕 甚至有民眾流血 透過空拍畫面可以看到那個人潮是蔓延到其他街道 有民眾流血氣喘甚至是恐慌症發作 而警方則將這混亂的一切歸咎是網紅的宣傳醜作 好接著呢帶你來關心 炎炎夏日啊 在這個南韓舉辦了第25屆世界童軍大陸營 那他們舉辦地點是在南韓的全羅北道 那舉辦了開營營市 吸引了全球來自世界各國4萬3千多名童子軍參加 然而開幕以來呢 由於超高溫的氣溫呢 已經有至少700人中暑 南韓總統隐席月緊急下令 要大家全力的供應降溫設備 白天南韓政府怎麼說 好 活動現場呢 童子軍們是大口喝水 擅自刪個不停 這是號稱世界最大規模的青少年營隊活動 但由於極端高溫 好幾百人呢已經中暑送醫 即便南韓當局呢派出了冷氣巴士 以及無限供應的冰鎮水 但美國和英國呢 他們都決定要提前退出同軍大會 他們想要提早撤離到飯店 好好的來避暑 好 不止熱浪席捲全球呢 杜蘇瑞颱風也重創了菲律賓 經過台灣之後呢 其實對大陸東北地區也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 不過當杜蘇瑞登陸菲律賓的時候呢 有一對新人可以看到他們是不顧教堂 已經淹水淹成這個樣子了 他們仍堅持要完全婚禮 而甜蜜的畫面呢 也成為颱風悲劇的小確幸 我們已經很期待了 我們已經很期待了 另一样的 高层 然后 我们不想估计 可以在这边的 这对新人结婚当天 刚好遇上了杜苏瑞台风来角聚 当时洪水淹没了大部分的道路 但小两口人决定要照常办婚礼 而这对新人不顾礼服 已经被泥水浸湿了 教堂内的水 他们能坚持在教堂当中 进行水中漫步 而当时教堂里水淹到脚踝 可以看到新娘的白沙 新郎的裤管也都泡在泥水当中 新娘表示 重要的是他们想要结婚 而家人也都陪伴在他们身边 好受到台风杜苏瑞环流的影响 其实大陆北京天津河北地区 都受到了暴雨的冲击 而北京西南的桌州市 也都成了重灾区 因为来自安徽的民众 听到了灾情就独自的开车 1400公里运送了救灾物资到灾区 而他非常的热心 他的善举也很让人感动 一起来看 杜苏瑞台风环流 重创大陆天津 北京以及河北 其中桌州市成为重灾区 整个城市几乎一度被灭顶 一名27岁男子听到灾情严重 千里迢迢开了15小时 跋涉1400多公里 真正物资 邓雷在放下第一批救灾物资后 现在又在筹措第二批 希望两天内能再度送达灾区 周周目前水电尚未恢复 大量群众等待救援 物资严重短缺 大陆军方也开始空投物资 到当地救援 除了河北周周 北京门头沟区灾情 也相当惨重 从空拍画面来看 道路不仅消失 还淹成了泥巴城 瞬间它这水就涨起来了 从河道一等我家里头 也就十分钟不到 瞬间就已经涨了 大概一米的距离 幸存民众面对一屋子的黄泥巴 看起来怎么清理都无济于事 挤着吸满泥巴水的抹布 才刚开口就哽咽 甚至眼眶泛红 门头沟瞬间淹没的画面 更是惊人 这是北京140年以来最大豪雨 酿成严重灾情 其中门头沟区更出现 580毫米的惊人雨量 十几辆汽车直接被洪水冲走 大陆气象局也分析这次灾情惨重 主要是因为强降雨时间长达70个小时 目前当局正成立搜救受困民众 千方百计保障物资供应齐全 针对灾后重建工作 大陆当局已经下令拨款 以1亿人民币进行灾后重建 好 来带您关心延烧一年半的俄乌战争 乌克兰最近释出一支战斗宣传片 他们宣告要在8月24号对莫斯科进行大轰炸 乌克兰的战斗宣传片指出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彻底的决裂了 俄乌不再是同一个民族 而俄军踏上乌克兰的领土也不具有任何的正当性 他们表示双方是敌人不再是亲人 其实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独立日和国庆日 当年乌克兰就是在1991年8月24号 正式脱离苏联的独立 有分析认为乌克兰选在这一天攻击俄罗斯 就是要表示乌克兰绝对不属于俄罗斯 誓言要和俄国奋战到底 好 最后我们来讲到俄乌战争已经不断升级 而乌克兰以自杀无人艇攻击俄罗斯海军基地的军舰 乌国情报显示俄罗斯有一艘海军登陆舰受到严重损坏 无法自行移动必须被托上岸 而外媒分析乌克兰在黑海开启了海上战争新时代 将对俄罗斯舰队造成相当威胁 来看以下的报道 乌克兰出动无人艇向俄罗斯黑海基地发动攻击 乌国国防部还特别公布影片 声称一艘载有450公斤炸药的自杀无人艇 朝向一艘军舰不断地向前行驶 画面在非常接近的时候结束 俄罗斯随后发表简短声明 表示击退了两艘乌国无人艇 没有提及伤亡 但是根据乌国的情报 一艘俄国海军登陆舰受到严重的损害 无法执行战斗任务 后来有画面在网上疯传 显示一艘俄国的海军舰艇 无法靠自身的动力移动 而是被拖上岸 被认为就是遭到乌国攻击的军舰 CNN报道 乌克兰在黑海开启了海上战争的新时代 市值每烧25万美元打造新型的海上无人艇 用来对抗俄国海军 在此之前 俄罗斯疯狂攻击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 严重干扰乌国对外粮食出口 全球的粮食价格因此飙升 因此乌国此举有报复的意味 不仅如此 乌克兰传出将火箭吊舱改装成 可以发射九头蛇七零航空火箭弹 可搭配不同的弹头使用 包括高爆弹照明弹 还有急速弹等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发言人表示 俄国法院基于极端主义的罪名 将正在狱中服刑的纳瓦尼 又增加19年的刑期 纳瓦尼则是呼吁人民要继续对抗政府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并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 只是准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